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等长度的和最短的 我把它都放在我的手里 按照从短到长这样的一个顺序 好 大家看 现在在我的手里 三根绳子分别是短的 中等的和最长的 首先我要把这个短绳子对折 然后我要把这个中等长度的绳子 也把它绕过来对折 最后还剩一个最长的这根绳子 对吧 我同样把它对折 接下来神奇的现象就要发生了 我请小朋友们帮我说出我们的那句咒语 一起来说 好 我把这个绳子从两边把它拉开 我们看一看会有什么变化 还记得吗 刚才那三根绳子长度一样不一样 一样 一样吗 不一样 不一样 有长的 中等的和短的 对不对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一 二 三 怎么样 三根绳子的长度变得一样了 对吗 乌拉拉 我也学会了 第一步 将三根绳子拿在手里 最短的绳子在里侧 最长的绳子在外侧 第二步 把三根绳子的另一端提起来 最短的绳子在最里面 最长的绳子在最外面 第三步 施魔法 两个手分开绳子 三根绳子变得一样长 我们的魔术就完成了 今天的魔术我也学会了 我来给大家表演一下吧 大家看这里 我这里有三根绳子 分别是最短的和适中的 还有最长的 接下来施出魔法咒语 乌拉乌拉Q 哇 绳子神奇的变成了一样长